杨虎城将军在被暗杀了57年后 他的孙子杨汉找到了当年参与暗杀的凶手之一的杨青蝶 面对杨虎城将军的孙子杨青蝶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谈及当年的那段往事 他能记得的也已经不多 只能反复的说着同样一句话 然后就用手抹眼泪 这场景令人十分心酸 这段沉重的往事要从1936年开始讲起 那一年杨虎城将军与少帅张学良在西安扣留了老奖 实行兵戒逼奖抗日 此事过后杨将军被迫出国考察 其期事变之后 杨将军多次致点要求回国抗战 但均未获准 1937年12月 杨将军一家和秘书偷偷回国 不幸在南昌遭到逮捕和软禁 此后他们一直被关押了12年 在这期间 杨虎城将军的小女儿出生 他的妻子病死 1949年9月 国民党拜王之际 毛仁凤受老奖的指使 在其直接命令下 杨虎城及其幼子杨整中 幼女杨整贵 还有他的秘书宋启云和夫人 以及他俩的孩子小萝卜头 等一共8人 在重庆代工池被军统特务杀害 当时杨青脸就参与了这次罪恶行动 他用双手卡住了年仅8岁的小萝卜头的脖子 与另外一位特务合力杀害了这个幼小可爱的生命 后来经关押在狱中 知识们的感化 杨青脸弃暗投明 趁扎子洞出现紧急情况 打开牢门 放走了罗广斌等19位知识 解放后 杨青脸在罗广斌的带领下选择自首 因他能在关键时刻将功补过 所以对他不予追究 给他发了路费回家 其中被杨青脸释放的罗广斌 在解放后写出了著名的红色长篇小说 《红颜》被大家所熟知 在那个特殊年的杨青脸 也因历史问题被判刑了20年 1982年 平反后的杨青脸回到了老家务农 1998年开始 杨青脸六父重庆缅怀先烈 2006年正在进行文史研究的 杨虎城将军的嫡孙杨汉 为了弄清楚当年的那段历史 找到了老人的住址跟我们探访 杨青脸当时已经是88岁了 当谈及当年的沉重往事 他能记得的也已经不多 只能反复的说 我只是一个当兵的 然后就不停的用手抹眼泪 他内心想必是很后悔的 杨汉对杨青脸说 没关系 我只是来看看你 都是历史问题 祝你身体好 随后两人握手道别 这次会面之后杨汉感慨道 他其实也是个受害者 杨青脸2007年去世 作为那个大时代中的小角色 或许他也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